香港自治法案其实一个是一个很多我们海外一个国际战线的盟友一直都会他们有份去游说和倡议的法案 那在未来的日子其实这个的自治法案签署以后以及是相关的行政命令会怎样执行 而执行的时间表会是怎样其实这个我们都是了解当中的 而我想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也都是会密切留意着 其实除了美国以外到底欧洲等等的西方国家是会怎样去应对这一个这样的局面 而在国安法通过至今非常之好幸运是仍然未有正式的所谓送中是发生 但是随着国安公署在铜锣湾正式设立以后到底会是一个什么的状况呢 这个都是一个我们在了解当中的事情